比較中性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比較爛爛啦 就是平常上課 爛爛啊 上完課 上完課之後下午還有專場課 我們就不太可能會打扮什麼 因為你不可能化了妝 穿著漂亮亮的去上課 然後下課之後再卸妝 趕快卸妝然後換著刀服去練習 對 這樣太麻煩了 從小到大沒穿過裙子 怎麼 長那麼漂亮 同中應該會吧 我們是體育班不需要 我們都是運動服 一路學上來的啦 太可惜了吧 其實它蠻有潛質的對不對 對 超有 我們今天就把它打扮成名模 時尚名模 好 一定要 超期待 但是打扮之前先來個武功表演 我們要來個連續記木板擊破 來 請準備 不是 我這個勤儉教育 小心臉 好 這樣 好 OK 沒有 妳這樣就不會打到臉 你那樣不是在幫她欸 憲哥 好 來 挪出來一點 妳才不會受傷啦 對啦 對啦 自己小心喔 升職 升職吧 怡萍真的很像教練欸 剛剛我個別指導他們 一起來看看我們怡萍 展現她的身攻攻 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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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中敬文化姐 欸 沒想到可愛之可愛 怎麼這麼有力氣 對啊 好暗欸 對啊 有殺氣 唉唷 那膽子這麼小 謝謝三位帥哥 謝謝 謝謝 這些獎牌是我十三年來的 新鮮成果 其中這一面金牌 是我最印象深刻的 因為當時我的狀況真的很差 感冒發燒加上腸胃炎 沒打一場就出一場 可是我打過最辛苦的一次金牌 擁有這麼好的成績 都是跳一瓶十分辛苦的練習 可是他的穿著就連朋友 都看不下去了 我跟怡萍是平常一起練習的夥伴 平常在台原道場上 他就是一個男人某樣子 他在私底下的他 每次都在打扮 希望各位單位呢 我想他可以造成更有力的威力 因為練習跆拳道的關係 幾乎私底下的衣服 就跟練習一樣 不管是跟朋友出去吃飯 或者是跟男朋友出去吃飯 都是一樣穿得很重 所以我希望能藉由幾次的機會 能看到更不一樣的主持 這位超MAN的跆拳道美少女 能夠化身為氣質美女嗎 歡迎第二位 銀子來了 歡迎 邀請 નનન્了 舒辱 風 重拍 他的 哎呦